接下來的話呢 from什麼呢 from就是那個table的名稱叫什麼 叫做問題9 所以這邊的話請你打一個問題9 問題9 enter 那特別注意啊 這個一定要很小心 你打錯一個字都不行 少一個空白也不行 ok seql很難 很很麻煩的地方就是打錯字 後面的話請你空一個 條件 因為我要什麼呢 小咪 那你什麼 大小寫沒關係啊 反正大寫小寫都可以 會有 會有就是呢 我的篩選條件 會有什麼呢 哪一個欄位 哪一個欄位 業務嘛對不對 那如果不確定的話請你看一下 這個上面名稱叫業務對不對 好 叫業務 所以呢我們切回來 再來 打一個業務兩個字 然後空一個 那因為呢這個業務裡面放的是文字 所以請你用比較的那個 比較的運算詞是什麼 是like 所以特別注意呢是用like 你不能用等於哦 等於可能會出錯 哦 用like like什麼呢 那like特別注意哦 然後 再一個這個其實用先用這個來講好了 因為我如果要下條件 直接 就是類似像這樣查詢嘛 然後 使用設計把他加進來 那加進來之後的話 我要全部的 全 select 全部 所以 全部你就全部 然後其中有一個呢 其中有一個條件是 業務 like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下一個like l-i-k-e 那如果在我裡面的話是這樣 雙引號 或單引號都可以 建議是用單引號 因為以後 然後stop stop 比如說小咪好了 好 你如果打一個小咪 碰一個 那如果我說前後反正都沒有的話 不加也沒關係 你吧